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很明显 亚洲姑娘大都不太能很好的驾驭 那么 还是有两不俗的女人为搭品长什么样子 且看下文02女人为搭品示范分别说吧 女人为的来源 是当的路夫 柔和的线条 有温度的颜色配色 不过杜鹰浪的材质等 同时是当降低运动和幼稚的属性如老爹鞋 大面积卡通图案 那么基于这些条件 来找一些符合特点的搭品就不是很难了 各种垂感良好的纯色衬衫针织衫 颜色主要以米白的减色调 或不过于闪亮彩色为主 衬衫的话包括并不信于丝制 断面 雪宝 薄纱等材质 各种中藏裙 尤其是材质扩形相对比柔和的款式 女人为这个俗语 多少也是带着一点点青熟味道的 和少女感还是有所不同 所以是比较推荐群长相对 偏长的中藏裙 女人为更浓厚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陆夫过多容易流于俗套 若是中藏裙 上衣的选择范围更广 不用担心过度陆夫 对腿型的要求也没那么高 更不挑人一些 波点和印花元素 相较于乔文和格文的中性经典 波点和印花就明显比较女性化了 然后 过犹不及 印花也好 波点也好 从价格难度也更不显俗戏的角度 一般不建议过于逆急 或是单个波点印花过于大致 少数设计比较好的单品 除外 同时 和页边 瓢带 以此间的各种细节 比较丰富的单品 一双好看的单鞋 这里指的单鞋 主要是尖头或人头的经典单鞋 不含乐服鞋 懒人鞋等中性款 越是尖头 越是高跟 就越是严厉妩媚 少女一点的话 建议选马力真 亲书或职场格 建议选尖头单鞋 品底带更看个人需求 当然 女人伪的单品还有很多 大家可以按照稳钻开头 的几个要点自行寻找 这里就暂时只列着这几种代表性单品了 PS 另外影响女人伪的还有很多其他元素 比如说发型妆容就都很重要 有时候一抹红唇就足够区分 是否有女人伪了 不必只局限在衣服上 03女人伪搭配是发挥到标题的重点 如何在保持女人伪的同时 避免俗气 很简单 除了避开弄太多和包太紧 这两明显雷点之外 在无法保证自己的驾驭能力和搭配品位的前提下 不要过度堆砌女人伪单鞋 换句话说 记得用中性或基础 单品来中和一二 比如说 有颜色比较粉嫩的 就用中性色来中和 有印花的就用纯色单品来中和等等 有设计比较复杂的 就用款式简洁的单品来中和 整体颜色款式都比较简单的 用女性化的鞋子来增加女人味等等 上身陆肤比较多的话 下半身就尽量选材质有型 常住中长的裙装或裤装 想是比较年轻的姑娘 太成熟的鞋子不太合适 可以在衣服上多一点桃花感 鞋子相对就可以日常休闲一些 当然 穿什么自己开心最重要 写这篇只要适应个景 没有强求所有女性 都要穿的有女人味的意思 文章请做参考 大家都是怎么过气息的 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呢 来评论说说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